那么下面咱就继续讲 咱们刚刚呢 完成了个基本的流程是创建了个数据库 创一个数据表 在数据表里边插入了一些数据 然后咱们是不是通过select新花 是不是已经查询了一下子了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刚刚想要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忘了一件事情 露天加了一个字段 我刚刚这个表里边 大家可以看 有id 有name 有age hi 有gender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刚刚忘了添加一个 忘了添加谁呢 忘了添加播 忘了添加生日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添加的 那你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 你把当前的这个数据表删了 重新建一个 第二种 我修改表结构 你说是个道理的吧 那么哪一种方式呢 修改表结构 你原来在navigate里边 直接双击 直接右击 或者一改就行了 但是在咱们社会语句里边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是专门一些语句 来去修改表结构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 看着啊 修改表结构 那么修改表结构的大体来说 分为这种基础 第一个 删除字段 添加字段 修改字段 听起来吗 添加 就是增三改三字段 添加字段 用add 修改字段 用称字和modify 这两个都是修改 添加 修改 删除 听懂了 增三改 增三改 这就是修改表结构的 删除方式 用的语句是 alter table 后面加上表明的 你想要添加一个字段呢 你就add 看吗 我刚刚忘了添加什么了 是不是 是吧 来添加 哪一个表里边往添加 students那个表里往添加 那就是alter 什么呢 table 然后谁呀 students这个表 students这个表 你想修改它的什么呀 或者是你想三十万 添加 add 添加谁呀 添加一个信的 叫brother 那么它是什么类型 比方说data time类型 请问懂吗 什么叫datatime类型 咱回来课课 咱看一下 什么叫datatime 你想 datatime类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年月日 是不是还有十分一秒呀 好了 我刚刚呢 我就写上了这把东西 咱们先看一下效果啊 我把这个时候语句头们 拿过来 那么当我再去调用desc的时候 students 大家可以看 说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额外就添加了一个 是不是叫做body了吧 那添加了一个 但是呢 坏了 不好意思 刚刚写错了 本来是想要写data来 写成了datatime 请问为什么我要改成data 人家女朋友问你 我的生日是多少呀 你来了个datatime类型 请问一边啥呀 年月日十分秒呗 你女朋友自己都不知道 他来十分秒是谁 你怎么记得 你不是给自己挖坑 这是什么 所以是怎么办 坏了 我这个添加了一个 是吧 我添加了一个 坏了 我接下来想要干什么呢 我想要修改 那我怎么做呢 我接下来怎么做 刚刚添加放在这 刚刚添加放在这 我接下来想要修改 我怎么做呀 修改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从未明白 另一种呢是不从未明白 就是说 我接下来不是想要给这个类型吗 我把这个类型给你改成data类型 来什么 看上 我给你改成data类型 怎么改呢 altertable teble altertable 然后改谁呀 stealing 你改哪一个呢 你用什么方式改 首先要问 你是改那个bird day名吗 我要问你 你改不改这个名啊 不改 你改什么 改类型和约束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用什么呢 modify 后面写上字端的名字 bird day 那么新的类型写上data 可以了吗 不修改原来的bird day的名字 你原来叫bird day 我还是写bird day 好了 这么一修改之后 你看一下啊 暂停 过去 dst 大家看 原来叫bird day 它的类型叫date time类型 现在依然叫bird day 它的类型是不是变成了date类型 这是不修改那个类型 这段名字的时候 要modify 如果我要是发现 bird day有点长 叫bird day吧 那你怎么弄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alter table 然后接下来是 dolent chains chains是真正的改名字 原名字叫什么呢 原名字叫bird day 改成什么新名呢 我只假如说改成叫bird 没有day了 那么什么类型啊 date类型 听懂我意思了吗 听懂我意思了 那有没有默认值啊 写个默认值呢 default 写个默认值行的吗 我只是假如说 能不能写默认值啊 行不行 行啊 多少年呢 1990年 1 可以吧 那比方说 你要是在我的网站上 你没有说明 你是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生的 默认1990年 1月1号 请问你们现在 是不是都差不多 应该到了95年 96年了吧 你这个地方可以改成 97年 这么大了 一家 这么小了 一家 是不是可以改成 2000年1月1号 对吧 看着 暂贴 18岁的时候 就像好像罗天一样 是吧 来看着 已经改成了board 它的类型是date 你有没有发现 default 是不是有默认值啊 default有默认值 那么这个地方 它的默认值就是它了 好的吗 现在知道 什么叫做添加一个字段 修改这个字段了吧 但是话也说回来 我想删一个试试 我想删谁呢 想删身高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身高 是不是有个high吧 把身高给干掉 怎么删啊 out table 还是out table 记录原刀 只要是修改表的结构 都是out table 什么什么什么表 out table 修改哪个表呀 stilnet的表 你想干什么 删 删什么 high 我想把这个字段删掉 整体 删了 真的删了 假的 走 原来这里边 A字的后面是high A字下面没有high了 是不是表示删了吧 那么注意一点 如果原来这一个字段里边 已经有属性的值 就是原来你已经有值 你把这一个字段删了 意味着什么呢 值也没有 对 答的非常不到 就是这个意思 我找到这个色表 给大家看一下 默认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名的 你说了 你把这个字段删了 那就又接 删 结果是什么呢 字段也删了 是不是原来 数据也删了吧 这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说什么 切记 一般能不删的 是不是先别删啊 你以后要记住 我的一个句话 数据能添加 这一点套都没有 但是尽量少做减法 计多做加法 少做减 万一删的不对 那你就完了 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东西叫做跑路呀 把数据库散了跑路去吧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的 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像我那会给大家说的 JOP database 是不是可以删数据库啊 你可以百度去查一个新闻 应该是去年的新闻 还是前年的新闻 协程 被人家数据库塞了 之后呢 数据 协程那天下午 好happy啊 是吧 因为没有事 那不就玩吧 聊天 男女在聊天 是吧 聊得很 这个热乎朝天 为什么呢 就是人家网上猜测 猜测 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哥们在协程工作 他管理数据库的 所有的密码他都知道 但是呢 可能是表现不太好 还是怎么回事 然后让公司辞退了 你走吧 给你点钱 打扶你走吧 然后这哥们呢 心中有怨气 然后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呢 他说 反正我现在也找到新工作了 我看到 那个原来 那个协程那个数据库 还能不能登上 一登 竟然能登上 我在我家里边 还能登上协程的这个服务器 那登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他脑子里边 全部都是坏点的 他原来的时候 他对我那么赖 是吧 对我那么差 老大爷可可我 谁也可可我 不删等什么 删吧 用了一个命令 叫job database 整个数据库里边 有这个数据库 所有东西全删了 那么最终的一个结论 协程那天下午 真的数据库被人干了 干了之后的结论 是一点数据都没有了 一点客户的信息都没有了 那就完了 干什么呢 等到数据恢复公司的 专业人员来恢复数据 出来这个事情之后 很多人就在想了 你协程这么大的网站 你没有备份 还真说不定 真没备份 正常的备份 是几分钟就备下 你听到我意思了吧 有可能你做不到实时备份 但是几分钟备下 你这种可以的吧 你像淘宝 一个机房挂掉 我告诉你 立马有另外一个机房 立马工作 这个机房都不用了 那个机房里边的数据 怎么的 早就不知备份多少次了 所以说同学们 你原来在腾讯里边 聊天了个记录 你不知被备份了多少次了 所以说你删一个 可以被删不过 你要切记 我的意思是说 轻易的不要用Job 你不管是Job database 还是Job字段 轻易不要这么做 听懂了吧 先做假法 假法 以后再做减法 否则你上来做减法 必死无疑 怎么你要明白一点 误删了公司的数据 扣的数据 如果是真的是误删 有可能会扣你的奖金 扣你的薪水 这是可能的 如果你是有人为故意的 坐牢的 你懂我意思吗 公司里边立马打120 你破坏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立马把你逮进去 接下来公司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找个律师把你告进去 百分之百没问题 所以说懂了 你就把这个命令忘了都没事 还是把它忘了 万一哪一天 你心目当中 有燃起了仇恨的那一面 这事就完了 刚刚说完那个 就来了这个了 有个表不想要了 你看 是不是有好几个恶心的 XXYY 是不是这一点 来太恶心了 怎么删 Job database是删什么 数据库 是吧 这是三数据库 那三数据表就是什么呢 Job Job 然后Table 然后写上表明 数据表 好了 接下来就三数据表 来咱们四个 把这个写上杠杠 写上杠杠 注释 杠杠 要怎么 四一个吧 来Job Table XXX 因为我记得是五个X 是吧 五个X 来三了 Job Table Table 12345 没了 如果你刚刚又不小心 又是三十多年了 那你就哭了 这是百分之百是有情 菲律同吗 一般 这是真事 那天我在北京没来之前 我和北京的这个 已经毕业的学生在一起 吃烧烤 吃烤串 聊一天 我说 这个 你工作怎么样 聊聊聊 突然聊聊聊聊 那天好险啊 我说为什么好险 我记下来把数据库 我敲了个删除的命令 好 还好 因为我没权限 把我的请求打回来了 你懂我意思了吗 否则整个我们公司的数据库 全让我删了 我说那你还好 是吧 幸好你老大给你设了权限 你删不了 就是一般的特色的时候 会把你的删除的权限给你干掉 你懂吧 就是Job 没有这功能了 没有这功能呢 你不用安全了吗 这就是 这个有经验的人 一般就会这么做 否则数据库就干净了 好兄弟们 drop database drop table 然后drop这个各段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了吧 那么 修改表结构 这就是我刚给大家说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 看着 那会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过一东西 叫做 so create database 是不是查看创建数据库的一个方式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既然大家把表都学完了 那这个地方 有个查看创建数据表的这个方式 来 so so create table 然后 stealness 你把这个语句放过去之后 它会出来很多这套东西 因为我的字体比较大 它显示不了 放放放放放放了再小点 放了再小点 大家没发现大体上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大体上 是不是应该是有两列 这个 选也没法选 来 这么选吧 大体上有两列 这边 就从这个地方一分为二 是不是有条现象 你不得接看了 真看不出来 对 看不出来 你放大 所以说放大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table 是不是有个create table了吧 table的名字叫什么 create table 就是赛头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原来咱们好不容易自己写的那个create table 创建这个表 将来 咱们只要通过 socreate table 是不是将来 它们翻成真正的 它们 真正的帮咱们去写的话 是不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写吧 那么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点是 什么 和咱们哪不同啊 他们在 这个大小写 这是肯定的 标准的一般都是用大写 但是小写也没什么问题啊 那么大家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带着皮啊 我那会儿是不是说过了 为了防止你的那个名字 出现一些问题 是不是都对好 是带着皮啊 所以说呢 这些具有名字的地方 都带着皮 再带着皮 这段 你们发现 是不是都带着皮啊 没问题 所以说你在加皮的时候 不会出问题了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 int什么什么什么 差什么 default non tiny int default enumerate 没局 以及这个 这个 请问 是不是和咱们之前写的 是不是差不太多了 但是呢 他这种方案里边 他有个特点什么呢 他的这个组件啊 他一般呢 他不会把后边写上primary key 他不会写的上 他会单独呢 把这个地方加个对号 然后单独来个primary key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写个括号 这里边写字段的名 字段的名是谁 那也就意味着 这样的组件是谁 你听懂了吧 他们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也行啊 但是呢 咱们那种方式呢 将来可动性更高 好的吗 但是呢 最后这个地方 你们发现多价的东西 你看 default charset 默认的编码 是不是继承的相当 相当于继承吧 就相当于用的人 是不是那个数据库的编码啊 但是前面这套东西 这个是啥呀 engine 引擎 等于inordb 那么这个引擎 是什么意思呢 从你们说的直白一点 linux 我原来的说了 linux 像乌班图 Red Hat 红帽子 以及SintOS 这些是不是都叫linux 套户系统啊 linux套户系统里边 用了最核心的 Linux 写的那个linux内核 这个没错吧 linux内核 可以单独换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单独换 你的外壳不换 但是换内核也是可以的 因此呢 你的数据库 你在去创建的时候呢 它的默认引擎呢 你是可以修改的 引擎不一样 做的事情不一样 那么一般会常用 哪些引擎呢 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搜索了一下文章 看一下这个地方 常用的引擎 像这个 My 这个 还有一个呢 叫InnerDB 常用的是这两个 当然还有其他的数据库引擎 就是最核心的部分代码 那么这核心的代码呢 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两种类型 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InnerDB 支持事物 外建 以及行级所 以及外建行级所 事物 我简单说 要么不做 要么做完整 这个外建 我那会说过了 是不是我要是存储了 你的主件 是不是我就做外建 那么行级所 先不说行级所 你总知道吧 为什么要行级所呢 上面有个问题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 高病发的网站 是否也就意味着 同一时刻 我将来去修改 同一行记录里边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 很多个地方一起修改 那么这种时候 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这个图在哪 图在这 我要是修改 这行的信息 可能出现 你要改 他要改 他要改 他要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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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抢到这行 谁上锁 我什么时候改完了 你什么时候抢到锁 什么时候再改 听懂我意思了吧 为了保证数据 不会出错 如果你要是没有锁呢 就是我真的写的 八成就写了这个 万一你要是再写这个 是不是就会出现 咱们原来说过 两个一百万对租 加起来不是两百万的问题啊 所以说呢 这个InnerDB里边 它会有这些什么 行级锁 就是一行一行的锁 有的出去库呢 它有表级锁 谁要是在操作表的时候 不允许多了 这个呢 这个性能的很低 我只要一操作表 整个表都不允许多了 是不是很低啊 所以说它要把这个 加锁的地方呢 加得更小 所以说它就架到了 航这个地方去 这就是航机所 好了 那么简单来说 咱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Engine 等于InnerDB 大家知道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库的 一个数据库的 一个操作引擎啊 这个引擎 讲言之功能非常强悍 一般呢 现在末日的引擎 都是它 叫InnerDB 那么大家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没发现 这个地方是不是 还有个东西 叫做Autoincrement 等于2啊 接下来 你在这种增长的时候 这个值会是谁 这就是它 它有个记录 这个记录怎么看出来 它们你看过这 Select Select 新 From Students 走你 你没发现 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一个1啊 看清楚我插一个信息 Insert In Tool 怎么插了 你告诉我 怎么插了 Insert Into 往哪插 Students 在这里边写的就是 是吧 很尴尬 然后呢 Values 写上 这里边写什么 来什么 写吧 写什么 我写个0 你注意看好了 我写的是0 接下来我也写了个什么呢 比方说老李 然后呢 我接下来写年龄了吧 年龄19 然后呢 性别呢 我这个地方写个 写个女 然后呢 这个我随便写字了 随便写字 然后呢 最后一个 我是不是应该也得写个东西了吧 你是哪天生日啊 19 别19了哈 这个2017年-01-01 好了 19费不一个是这个是吧 我只是插入一个数据而已 这个都可以同样 看着 Select新发 重点不是那个啊 看着 From students 变成了2 我明明写的0 但哪来2 还有印象这个值吗 你此时 你再去收一下 这个值 你没发现变成了3 这说明什么 哦 接下来 他要是这种增长的话 这个值就变了 你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其实它相当于有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Autoincrement 这个变量是几 你那个组件里边有个值 然后就是取几了 懂我意思了 自动增长 就在这个地方能看得出来了 好了 这就是通过数 咱们能够呢 显示这些信息 他们刚刚我也给大家演示过了 是不是咱们可以再插入一条信息啊 那么接下来 咱们大提的这个方向 为了哪呢 既然数据库 数据表 以及怎么去查看内心 我都会了 接下来咱们这个大方向 就是咱们以后真正成用的最多了 数据库的创建 数据表的修改 数据表的创建 这个用 但是用的比较少 但是你经常会用什么呢 数据 表里边数据的分散 改查 MIG就叫做CURD CRUD都可以 CURD也行 那么在这个地方 回到咱们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数据的分散 改查 C表示CREAD 创建 U update更新 读呢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应该是read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个东西 是不是叫delete了 分散改查 说的直白来讲 这是最常用的 CURD 那么咱们刚刚其实在这个位置 咱们已经试验过 是不是已经往里边 是不是插了一些数据了吧 不插入的话 哪里是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接下来这个重点 登山改 插 这四个地方 好了 首先说第一部分 插入数据 我那一会儿的时候 其实已经给大家 演示过道理了 我那一会儿是怎么插的 还有印象吗 insert into 咱们先往classes表里边插 插一个 来 先写什么 values 括号 写什么 写个0 写个0意味着啥 写个0是0吗 自动增长 对吧 是否是任何地方 写0都自动增长 组件 自动增长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写什么呢 比方说 我再来个班级 比方说 这个 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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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 我是不是创建了个 那么接下来看好了 我把这个色口语句 我freefer 回个头去 咱们先看一下 so 是不是这里边 有一个两个三个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了吧 那么 我这个 是不是往哪个表里插 是往classes表里插 表有那么多 已经确定有这个表了 那我就看一下 当这个表里边有什么 那就say like 怎么下来 say like 新花 from classes 在里边表有什么 只有一个 来插呗 有机 插 走 再插一下 走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信息 是不是有兴趣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点是什么 如果你的表里边 一共就两个字段 你并没有指明 你给哪个字段插 那么这个时候 必须是全部插入 少一个都不行 举个例子 看着 我写个零 但是我不写太久班了 我就只有零 你不是这种生成吗 你不是这种技能吗 那按理说13了 是不是挂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再去用 insert into一个表 那种直接写的values 你没有指明 你给哪一个字段插 那么这个时候 默认全部插入 写的括号里面的个数 和字段的顺序 个数一一对应 记得懂了吧 个数和顺序 必须保证一致 否则就错 这叫全部插入 那么他们 咱们举个例子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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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那意味啥 是什么 steunus这个表里边 是全部插出来 你看我知道 我问一个问题 我此时往这个表里边插东西的时候 这边来讲 insert insert into 往哪个表呢 1600秒 来16秒 然后values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 我得怎么写 它有几个字段 你是不是插几个字段 那我咋知道你几个字段 一般情况下 DESC 然后你先看一下这个表结构 把这个表结构选中 你看我让它 我给你演示一下 把这个表结构选中 有机复制 然后过来 粘贴 看吗 接下来你在这个地方写的时候 是不是有真类型了吧 你不就知道什么事 什么类型 不就接下来可以写了吗 来 像16秒里边插一个东西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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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s 写什么 先写谁啊 ID 0 是不是自动生成 甭管它 然后 例目写什么 你得来一个了吧 比方说 小李飞东 算了 我们那个年代的 你们没听过 小李飞飞飞飞 然后第三个 A子 你多大呀 20岁 20岁 但不能写200 写200 晚上做梦都会害怕 是吧 不能写200 那么接下来写什么 姓李啊 写什么姓李啊 男 女就女去吧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这个值 这个值咱们现在 今天咱们不会用到这个值 因为这个值得对中的目标呢 我是想让咱们大家 把这个class表 把这个studiness表里面 这一个 是不是和这个表里面 是不是给它对应起来了吧 咱们现在呢 今天还先不用它 咱们慢慢以后再用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就随便写了 比方说我写个1 那么接下来 有个birthday 你哪一天生日啊 这个1990年 -01-01 这个生日 好了 我插一个 没问题 来 select新花 是不是相当消毒 飞到进去了吧 那么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 你看啊 我写0 我也不想写 你发现了吗 每个写0都麻烦 我还写0 一个方向 我不写0 第二个 不写0还可以写什么 对吧 咱们先验证验证 不写0还可以写什么 来 咱们看着 我依然插入数据 我把这个地方呢 给它给成 什么呢 一个 那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值 是不是依然进去了 那么原来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写 写0 是不是都可以了吧 那还可以写什么呢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default 咱们再试一下 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写个default 咱们试一下 试一下啊 来看着 def fult 你没发现 是不是这个数据 是不是都是在地上的吧 诶 能插入三个相同呢 能吗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也问你了 因为id 还不与你相同 其他是不是都与你相同啊 所以说是可以的 这是约束的问题 你的约束 你就没怎么约定 所以是可以的 好的吗 那么现在 我是不是就忘了这个插了吧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可以不写0 还可以写什么 一 二 还可以写什么 那 还可以写什么 default 请问 是不是这三种情况 是不是对中都表达了 是不是让这个组件自己填啊 OK 可以的 那么 除了这么填之外 咱再去研究研究 还能怎么做啊 同学 我再继续玩 做 我再给你演示演示 每次这个地方填女 好多的东西 那些就写上女 写上一双一号 我能不能再来个 注意看啊 我能不能来个 不是女的呢 来个 比方说第三行李 应该是第四性别了 是吧 性别 我能不能写这个呢 哎 我能不能写这个呢 对 这就问题了 我能不能写这个呢 来 我把那只性格给下了 来 看好 其他都一样 无非是这个地方 不是男 不是女 不是保密 不是中性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不行 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的美举里边 是不是只列举了这四种 所以说同学们 导致了你这句怎么的 失败 这一句 失败 失败 这一句是失败的 那么 我原来是只能写 他给我说明了这个东西 那么我每次 我都在去写 他那个值 能不能不写 他那个值 你看着 看到这 我把它给成 一 我写了个一 你看看 竟然成功 一不在男女中性里边呀 你select新花 我再插一个 我这个值写二 咱们感受感受 我再插一个 这个值写三 你再感受感受 来 select新花 分别表示什么呢 男可以用数字一来表示 女可以用二来表示 三用中性来表示 最后一个四 是不是可以用保密来表示了吧 也就是说 你在插入的时候 一 这个相当于男性 相当于男性 在这个地方 我简单写上一个说明 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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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举是哪个 美举 美举中 的下标 下标 从一开始 一 对应的谁呢 男 这样这样的不是好写了吗 二 对应的不就是变成了女 依此类推 这么说理解了吧 他们我写个五怎么着 我写个五会怎么着 你猜猜 我写个五这个地方 怎么肯定被刮呀 没有嘛 要是你再来个性别的话 那个地方就可以写五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插入数据的时候 如果要是组件 这个地方可以有三种写法 第二种 如果我用了美举类型 我这个地方必须出现 是美举类型里边的值 还有一个 你可以用数字来表示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叫全部插入 全类插入 有几列 必须写几列 顺序不能同 不能错 那么痛吗 我就懒得写了 我能不能只写一部分东西呢 看着啊 我接下来我就写了 我能不能写一部分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 insert into 什么表呢 student的表 你想插谁 我想插入的是你 我想插入的是性别 可以了吧 我想插入的是性别 那同学们等于什么呢 等于values 叫什么呢 叫这个小乔 然后什么性别呢 女 可以写几 可不可以写啊 来试一下啊 321 插一下 小乔 女 哎 哎 这啥玩意儿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都是默认词啊 你有default的默认词 你就有 没有地方的默认词 那么数据库将来给你找个默认词 给你填上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大家没发现这个值是不是该怎么涨怎么涨呀 该怎么地灯怎么地灯 因此我想表达意思 通常 如果 这一列里边 不允许违空 那么你就将来必须要插入这一列 这一列不许违空就必须插入这一列 如果除了组件之外 所有的都可以违空的话 那么请问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我就 可以写的更少的东西了吧 也可以插入 就这个意思 两种办法 一种 你有几个字带 我括号里面写几个 第二种 我想给哪一个字带插 我写明了 接下来 我是不是接下来插了吗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叫做部分插入 这就叫做部分插入 对吗 还在说一个东西 我每次一个个插 一个个插 你看啊 我把小桥这个 假如说我Ctrl C 我复制过来 你没发现个点 如果我接下来再插一个大桥的话 大桥 再插入一个大桥 请问我接下来 是不是如果再插一个 什么还有什么叫什么貂蚕 是吧 貂蚕 怎么想 貂蚕 细思 是不是都可以吧 我写上了这个东西 你没发现前面 是不是还得把这坨恶心的东西 还得写一遍 怎么办呢 能不能省略呢 可以 看着 等会儿可看 等会儿可看 Insert into stillness values 这个 这个内部是 Genders values 接下来一个 两个 一字形插入两个 看着 站起 走 大家看 是不是两行已经生效了呀 你select新发 你看看 是不是大桥和貂蚕 是不是都能进去了吧 请问部分能够这么插 全部呢 啊 全部呢 你也可以吧 是吧 有可能吧 不要说吧 要么行 要么就不行吧 Insert into values default 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 什么美女 西施 西施 还有什么 西施 还有东施 王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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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他们看着 两行 是全部插入了吧 看到 走 这两个是不是又进去了 他们也就是发现了 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表 随着我用的 Insert数据越来越多 这个表的数据 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当你购物车里面下订单 这里边就可以摸一个购物车 就下了订单 当你在一个网站里面添加一个用户的时候 很多人请问同学们 现在都想要得到用户的信息 我在你的网站上想要干些事情 是不是你要让我注册呀 其实干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信息吞到我的数据表里边去 吞到我的数据表里边去 接下来我就可以给你发送email地址 给你发送广告 给你干什么 我就赚钱了 所以说 为所欲为还差一点 但是给你发个email地址是可以的 那么这就是插入数据 这就是插入数据 登山改查登山改查 除了插还可以干什么呢 修改删除 听懂意思了吗 还有查询 修改什么 相当简单 update 举个例子吧 我想修改谁呢 我想修改修改 咱们刚刚是不是应该写错了一个是吧 我想修改这个 我把销里飞到的这个性别呀 把这个女啊给它改成男 那怎么做了呢 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update 接下来写什么呢 update的顺序是 没有table了啊 咱们刚刚用过叫做 一个叫做什么呢 auttable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写 这个什么 auttable 是不是还写table呀 当咱们去更新一个表里边数据的时候 直接是update 后边写表明就行了 update 你更新哪个表呀 更新啊 stilness表 你更新里边的谁呀 wasit 谁呢 gender 等于啊 几呢 一是男性 对吧 是男性 那么注意看好我此时的操作 三 二 一 走 十三 称之的 十三行全改了 什么意味着啥呀 都改成男了 你也没发现 哦原来update可以真正的把这一列里边的东西全设成男是吧 但是你全设成女不是也行吗 但是有用吗 后面写个东西 where where就相当于你咱们pattern的那个if你可以怎么理解 听懂了吧 就是哪一个条件买到的时候啊 哪个条件买到的时候呢 id 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是吧 要是id来头麻烦就不能写1了 来给他给他改成女 给他改成2 我想把这个的性别给他改成女 我得找一个唯一的 请问我是找内幕等于小李飞刀的呢 还是谁 如果我写上一个东西叫做内幕等于 谁呢 小李飞刀 那什么意思 所有的小李飞刀你没发现全改啊 所以说咱们真正在套的数据库的时候 一般会怎么找的啊 一般会找一个id 这唯一能够区分出来的东西在改 听懂了吗 那么谁能区分呀 组件一定不相同 id等于 我想把这个给成单翻 走 大家再看 是不是这个小李飞刀 是不是已经改成单啊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条件 你不写全改 你写的条件很宽广 谁符合谁改 如果你写的很苛刻 就写一个人能买读 是不是只修改一个人的信息了吧 这就是update 这就update 那么有人说了 东哥 我想一次性的把小李飞刀里边的这个和这个一起给他改改 把这个给他改成22 把这个给他改成女 你看我怎么改 update 然后同学们你说怎么改 situnit situnit 然后呢 set 一扎 等于啊 22 度号 真的 等于啊 二 然后 where 谁啊 一二一 where谁啊 id等于啊 三 来 三二一 走 拿着看 22 女 是不是一扎性改了吧 好吧 那么当你去改的时候 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想给大家表达的一份是都是可以的 update啊 刚刚咱们学过的这个命令啊 我的鞋片 update situnit 然后set 真的等于啊 一 然后这个是不是上的一部的全改啊 全部都都改 然后呢 复制一份 我刚刚写了个条件 刚刚我写了个条件是 where where 然后name 等于啊 谁啊 小李飞刀 是不是 只要 只要name啊 只要 只要name 是 小李 飞刀 的 全部 修改 然后 咱们又来了一个 把这个地方换成了谁呢 换成了id 等于啊 三 只要id id 为 三的 进行修改 还有一个 我既可以修改 age 等于22 我也可以一起修改 整点等于say 是不是也可以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同学们要明白 天 就是添加 修改 搞定了 同学们 还有两个部分 那么一个呢叫做删除 一个叫做查询 其实咱先说查询吧 查询咱们用了很多了 先说查询吧 来 谁的新花 因为啥 来 从stoolnet表里边 查出所有的学生 怎么做 select 新花 from stoolnet 全查出来了 全查出来了 同学们 全查出来了 有什么用啊 一般这样的操作 数据很少 可以用 你就设想一个场景 我一个数据表里边 是可以存好几百万号的 我要是存了好几百万号 请问你的一个select 新花意味着什么 全出来啊 你哪来的空间 存那么多 闭挂 听懂了吧 一般select新花 数据少的时候 没有任何问题 数据一大 那就完了 怎么做的呢 写上条件 对 select新花 范围太广了 为了什么呢 比方说 内蒙等于啊 这个小李 这道 来 321走 是出来了吗 来 比如说 咱们再来一个 比如说 这个 id id大于6 比如说 id 这个 小于9 请问 是不是都可以查啊 看得清楚了吗 也就是说 后边这个条件怎么写 接下来是把所有东西都取出来 新意味着全部都取出来 啊 新意味着全部都取出来 来 刚刚我说过一点 where 这个叫做什么呢 等于啊 小李 飞刀 那么 加上一个注射 1 啊 两个 然后 查询 name 为 小李 飞刀的 所有 信息 那么我再来上一个 那么这个哥们 我刚刚给大家演示过 具体的查询 我告诉你 所谓的数据库啊 同学们 我实话实说 大部分 你看 创建数据库用的少 啊 创建数据表也用的少 修改表结构用的少 我刚刚说过了 数据库 数据表里边的数据的 增山改查用的多呀 在增山改查 在四种当中 谁用的最多呢 查 所以说 咱明天讲一天的查询 啊 所以说查询的具体信息 咱明天说 什么关联查询 内联查询啊 这个这个 等等 详细有很多 你要明白一点啊 网站的数据很简单呀 insert查询 用户说了 我按照通高到低查 我按照姓名 从低到大查 从大到小查 我查询了 是谁谁谁等谁谁的 或者谁谁等谁的查 请问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查询吧 我要查询 有媳妇的出来 没媳妇的不出来 这都是条件 所以说的查询呢 是实际开发过程 咱们用的最多了 因此咱们明天呢 会花大个时间来去讲解 那么一说 为我刚刚只是给大家来的一个demo ID是不是可以用大一号 是不是也可以用小一号啊 都可以用 详细的后天讲 那么我就 刚刚给大家举个例子 是不是咱们刚刚查询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用了通过了为 是不是相当于指定了咱们一个查询的条件啊 这咱们刚刚指定了查询这个条件 那么 那么接下来大家说了 我查询出这些所有的列列太多了 我不想看 我只想看你的姓名和你的性别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只想看某些字段 很简单 别写新了 你想查什么 还想查什么 真的 还有吗 没了 from谁啊 那么注意看 此时 什么全出来了 其他都没有吧 现在对信号有感觉了吗 信号表达什么意思 全部的列 你说是个道理吧 全部的字段全出来 那么这个指定字段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谁能看得懂内部呢 谁能看得懂真的呢 你让我老妈看 老王写个男 她能懂 但你写个内部 她就说 这是呢 呃 摩 呃吗 拼 那么 对 他就说 这是那么 那么是啥意思呀 知道吗 给别人说的时候 往往就很尴尬 对不对 怎么做的呢 S 把你刚刚起的这个名 中学们 拿过来 后面S叫姓名 然后在后边S叫这个姓别 OK 这么一朵之后呢 你最后的效果是 来 是不是比之前那个好一些了吧 啊 比之前好一些了 要懂吗 那么 如果我要是再来一个呢 我要是再来一个 是不是这个地方 什么什么什么列名 艾子 什么什么再显上一个吧 那么话又说第二种方式 能不能修改一下顺序呢 啊 那能不能修改一下顺序呢 看到这 我刚刚这么查询的时候 我只是举个demo 我只是举个demo 举个例子 将来先写的哪一个 谁在对前面 后写的哪一个 是不是谁 在后边吧 我就想把姓别放在 这个姓名前面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谁在前面 就先写谁 哎 我刚刚删的是哪一个 好了 刚刚选错了啊 然后select name as他 把它control x 然后剪切到这个地方 逗号隔开 切记 逗号是英文逗号 否则必挂 把这个逗号抹掉 那么你再看一下此时 变了吧 那么你再来一个吧 咱再来一个 再试一把 id as 序号 这一个啥呀 是不是还贴着序号了吧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吧 可图形是不是大大灯强呀 那么这就是s的路 这就是s的路 好了 那么到现在通常 我就把 circle语句里边 需要咱们大家 必须要掌握的东西 基本讲解完了 我简单再说一下 今天的咱们这个 你看 你要是懂解一下 是不是还是很多的是吧 但是你要是简单理解的 其实也简单 今天主要讲了什么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删除数据库 是吧 job database 等等这些东西 数据库的套路 数据表的套路 接下来是不是数据表的主要的套路 就是数据的能散给查呀 插数据 select 插入数据insert 然后update 是不是修改数据了吧 那么删除数据 这个地方 还有个对 刚刚咱们删除数据还漏了 是吧 删除数据呢 还有个删除数据呢 怎么删呢 delate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代表 删除数据怎么用 你把这个忘了就行了 不要记住 谁记着 谁就后悟很严重 delate from 行什么 stealance 如果你写了只是这个 那就完了 清空数据表 同时丢那这表里边删 有条件吗 没有 那就建一个删一个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整个 注意了 整个不是整个 整个数据表中的所有数据 全部删除 所以说你真正在删除的时候 切记 delate from 什么呀 stealance where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我记得想删谁呀 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小李飞刀 我想干掉他 这么多的 where谁 内蒙等于谁 小啊 小李啊 飞刀 你看 这个哥们一直行 你看小伯啊 走 select青花 select青花 青花呢 来来来 咱们手动改一下 改成青花 来 走 是不是全部都改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巨探班啊 此时此刻我再添加一个信息 请问他的ID是几 应该是三吗 你是不是看错了 so create a day table stealance 是接下来要十四了吧 为什么不是三 三不是没了吗 我能不能来个三 no no 三是可以的 三是可以我自己指定的 那么 但是有个问题 如果你把刚刚的 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 那三四五六七八是不是三了呀 你如果这个只给成了三 会有什么后果 你注意听 我接下来插入一个数据 三没问题 四没问题 五没问题 六七八都没问题 我再插 是不是接下来我再插的数据 就是直为九 逐渐意味着什么呢 不允许相同呀 你不就两个九了吗 是不是将来有两个十 两个十一 两个十二 两个十三 闭挂无疑 听懂了吧 因此在真正的套户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 有一句话就是 好马不吃回头逃 是吧 你走过去了 绝对不要再回去 回去闭挂 听懂了啊 所以说同吗 切记不要改这个字 你要改了 早晚出问题 那有人说 我把六万之前的我全散了 我能不能把它改成一 可以 你能用六万多 但是只要是到了那个值的时候 你记下来什么数据就重了吧 原来的数据就有100万个 你删了六万之前了 你把那个auto increment的值 改成一 一到六万之前 是完全可以用 六万以后立马彼死 所以说什么 这个地方 能知道这个意思了吧 即使删了 也不要再用 否则出问题 否则出问题 好了 这就是咱们删除的事 我要注意这么一点 那么最后的东西 物理删除和逻辑删除 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刚刚进行的是什么套户 物理删除是指的什么呢 你真的从表里边把它删了 我就会打个问号 你真的这么做吗 不要这么做呀 怎么做意味着什么 同样最强 大家在某些网站上 你有注册 你见过有注销吗 退出的是退出 退出的是退出 我有注册 有没有注销 为什么 互联网的思维是用户越多 是不是将来圈钱越快 他拿的 你看 我也给你打个比方 你可能不知道 我给你打比方 将来投资人喜欢看数据 咱们没有钱 投资人给他投两千万 咱们做 懂我意思了吧 投资人会在定期的时候 会问你要数据 比如说你们在一个月 经营了一个月了 有多少用户在注车呀 你说了我们这个月涨了十万 投资人很开心 第二个月的时候 你们涨了多少用户 我们涨了二十万 投资人也很开心 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人员去注销 是不是数据会变小啊 你能删了 接下来让投资人说了 我这个月注车了两万 退了一万八 你能这么说吗 谁还给你投资呀 必挂 所以说怎么办 怎么做呢 不给用户留注销的介绍 这就是原因 腾讯你见过 他有微信 他有QQ 你见过有注销吗 我的QQ 我告诉你 Q空间 我很久 我就想把他关了 关不了 是吧 当然这个微信 通过特殊方式能关 很久之前是关不了了 就是各种麻烦 最终呢 你才能关 就是读导你 不让你关 即言为这一通的 数据来之不易呀 你不要随便删 你听懂了吧 你别这么实在 行不行 你怎么干呀 假的标记删除就行了 那我怎么标记假的删除呢 我多加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如果是默认的那个字 表示没删 如果我把那个默认字给他一改 表示删了 请问这个事实不及前了呀 有四个道理吧 所以说通话 这个地方切记 切记不是真的删了 不是真的删 而是假的删 真的删叫物理删除 而假的叫逻辑删除 怎么做呢 来看这两句话 给大家准备代表 AltTable Stilence Ad is Deleted Beat Default 0 坏了 刚刚学完 这可是刚刚学完 我粘贴了下面 咱们放在下面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也就意味着 我要Ad不是添加吗 添加一个新的字段 叫Is Deleted 是吧 它是什么类型呢 我如果把这个Beat换成Int 你怎么理解了吧 但是呢 我就不写Beat 我就不写Int 我写个Beat 那意味着什么呢 二镜子 对没错 这个Beat 一个字节是八个Beat 也就是一个字节 而且里边很小的这个部分 那么它能成什么呢 两个字 0 0表示没删 1表示删了不就完了吗 我再来个Default 默认是0 请问什么意思 默认不删 就意味着默认不删 来看上 更新一下这个数据表 来 Select新方 大家没发现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看见0 默认自己看不见0 这不是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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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哪一个是空吗 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一个字节是八个Beat 你现在是不是仅仅有了一个Beat的表达 所以说呢 将来你在这个地方再去看的时候 你是看不出来的 它至少得有字节以上的单位才能看 但是Beat相当小 看不出来 你看不见 但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写了个新话 FromCellular Where is Delete 等于0 刚刚是不是写错了 看着 我刚刚是不是写错了 看着 我是不是写上了个 IsDelete 是不是等于0 你没发现 如果这行 这个值不等于0 这个不等于0 这个不等于0 是不是咱们就看不见 仅仅是咱们看不见那种表达方式而已 是不是该怎么用 是不是还怎么用 那么你看 如果把它改成1 是不是啥也没有 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 对吧 对吧 9月里的 刁铲了 他不想在这个网上做他了 对吧 比方说他在斗鱼上做他了 他不想在斗鱼了 想要换一家 别的那个直播平台 给他的价钱更高 他就换直播平台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了 怎么做 Update 你跟我说怎么做 删了 比方说刁铲要删了 原来的方式是 Delete 没错吧 现在还Delete吗 怎么做呀 Update 给称Update 谁啊 Update 然后Set 谁啊 IsDelete 等于 1 Where Where Ide 等于 11 刁铲是11 So Select 新方法 From 不用管这个 只是显示不了 他找了个特殊的符号来显示而已 不用管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至少他不一样了 来 你再搜索 From 等于0的 是不是这里边没有刁铲 它等于1的 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刁铲 人家问你 有几个人注销了 有这些人注销了 咱们想把挽留挽留 让大家回来行不行 行 咱们过一段时间再给他发个邮件 这里边不就有他的邮件吗 不有他的邮箱地址吗 不有他的手机号吗 不有他的微信号吗 通过各种办法 再让这个用户再回来 这就是一个目的 对中国想表达意思 说实在的假 你真正的删除 就是用Delete from 听懂了吧 但是这个有点狠 真正的删了 所以说咱们一般的 都是比较轻柔的删 假的删除 都是这么删的 我告诉你 都是这么多的 你别觉得是我交给你这么多 都这么多 头的人看的是数据 你没有数据怎么办 只是这个信息 好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真正的数据的登删给插 咱们是不是就真正的讲解完了 基本上就说到这